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上上隨便聊兩分鐘的夜談環節 現在已經是波士頓的晚上了 然後我就是突然想跟大家聊聊天 然後突如其來的一個這樣子的Vlog的視頻 然後我想突然跟大家聊天的主題是 就是大家不要笑我 我最近覺得就是自己是 認認真真的有在長胖 我從第一次話聊的 就是第一次話聊後體重調到了51 然後我現在體重回到了大概58 將近59 就是說比我正常健身的體重還要多 因為我一般是之前生病之前 體重保持在55到54的樣子 所以就比我正常體重要重 然後這個肉眼可見的我的臉圓了 然後我的其他地方不講 其他地方因為有可能是肌肉 但是臉是實實在在的圓了 開了濾鏡開了那個瘦臉依然是圓了 其次就是我最近覺得我沒有那麼好看 這不是說過度謙虛啊 是我真的覺得沒有自己沒有那麼好看 為什麼會這麼覺得呢 是 身邊最近有很多人就是開始戀愛 然後我看這些男生的女朋友 我就覺得哇他們都好嬌小 好可愛好讓人有保護欲 我看我自己就一點保護欲都沒有 就是我看到我自己 我一點都不想保護我自己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會想到另外一個問題是 就是那我比較喜歡 嬌小可愛類型的女生 那會不會大部分男生也都喜歡嬌小可愛的女生 然後那我這樣子的女生有沒有人喜歡 其實我就陷入了一個就是糾結加上有一點點自卑的循環當中 然後我覺得這可能是就是女生很容易會碰到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想把它分享出來的原因 我覺得人是需要跟自己和諧相處的 你身體裡面總有一個聲音告訴你 你不夠好不夠漂亮不夠瘦 或者是你沒有那麼可愛之類的這種 然後包括外界也有聲音這樣子告訴你 但是我覺得是說你還是要去通過自己的一些手段 或者是說通過身邊朋友的幫助來更加坚信自己其實是很好的 我覺得這一點我就很感謝我的 就是很感謝網上的大家 我一發照片大家就點贊評論 真的非常的給面子 謝謝大家謝謝大家 然後也感謝身邊 也有就是我這樣情況仍然還認真的喜歡著我或者喜歡過我的人 這樣子在這樣的情況下被堅定的選擇 其實是更加不一樣的感覺 會覺得說我都這樣了還有人喜歡我 那我應該還是有不錯的地方吧 所以我想在這裡跟大家說的就是 不管你在哪不管你現在怎麼樣 都一定要堅信自己是好的 然後往自己想要的地方去跑去努力 然後慢慢等 然後那個人 能發現你好的人一定會